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好 真不用我做了 喂 您好 找到人没有啊 人家那边等着回复呢 抱歉 抱歉 那个都下班了 我正在联系 我告诉你啊 我不管你是能联系上还是联系不上 这个合同是跟你们荣科签的 你必须马上给我解决 那个 您看这样行不行 不行 您先把那个侵权告知韩先发给我 您方便加我一个微信吗 我 我加您 您 您微信号是多少 罗小龙 拼一 我名字 罗小龙是吧 是您名字 好 好 好 快点啊 得了得了得了 你们都弄完没有啊 我差不多了 定了 走吧 咱火锅吧 我都说了 我家里都做好了 我没叫你 走吧 我刚叫了外卖 你给我火锅 这盲哥 你这俩包子够你吃的呀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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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慢慢吃啊 拜拜 拜拜 你定位置了吗 这几点了 不用定了 潘潘 一块吧 我就别了吧 我这还没忙完呢 行了 行了 走了啊 好 慢着啊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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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네 往氟 往gone 往 就你一个人了 潘岩 是 孙剑逸和张如梅这个案子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对 你也刚来 我给忘了 我发你 你帮我找一些相关案例 找几个呀 十几个吧 最重要的是 可比性 时效性和问题导向 行 易律师 那个 您明天早上 能晚起两个钟头吗 我最近睡眠不太好 我有可能四点就起来 我刚刚才没想起来 我会发来了 我会发生了 因为我早上 在那儿 我会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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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锅里有煮好的玉米 还有洗好的西红柿不要喝凉的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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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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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觉得杜菲宇对你特别好 特别赏识你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想在你身上找到成就感 他要让别人看看 他是如何改变和提现一个年轻人的 您不了解我 也不了解杜律师 我这儿不顺路 一会儿啊 就给你放地铁边上吧 行啊 喂 妈 问您事呗 嗯 我是你那签生的 是吧 是吧 行 希希 早 今天又漂亮了 打你的卡去了 我怕你也不行 找一番 张总 您稍后 哪儿后去 您是张如梅女士吧 我们易律师跟您约的是九点半 我是来早了吗 没有 我们来晚了 要不咱会合室先歇会儿 你谁啊 我是新来的小助理 这边走啊 您想喝什么茶 热的 好嘞 您再稍等啊 你还没吃 我来 你还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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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那也得喝呀 但是其实昨天那种场合 没有必要喝那么多的 这酒啊 它是呢 拉近人和人的这个关系 像昨天那种场合 你要是不喝的话 那大家都在那客客气气的 那慢慢地就 就远了 你在学校 老师教给你的 是那些专业知识 但是不如社会呢 耽误之急是要先有客户 客户信任你 才能把案子交给你 你要是没有案子的话 你那些专业知识 那怎么体现呢 杜略 我昨天没有喝酒 是因为那些 让我感觉到特别不好 他们缺乏对我们职业的尊重 而且 我不认为靠喝酒 才能建立的信任叫做信任 因为 杜略 昨天 都说过你多少次了 在律所要注意个人形象 你看你这 你看你这个头发 你看 你看这衣服 这都是最起码的 你别问 你得尊重客户 你得尊重你的职业吧 你得 我尊重 尊重 您听我解释啊 我是最烦解释 我一会儿就缝上 行吗 一会儿是什么时候啊 客户现在 你先穿我这个 我还有一事 挺好的 你先拿着穿吧 谢谢啊 张女士 久等了呢 你还换了件西服啊 就是重视呢 颜色不错 谢谢 你处理过离婚案吗 处理过 我把我妈离婚算了 杨柯辰 稍等啊 我们易律师马上就到 要我说啊 打黄庚就应该先去看个病 无差别攻击 你这千万别给人下出这主意 万一插出个什么精神病 那这孙建业想离婚 这更难吗 那可以申请撤销婚姻啊 你有精神病 你还瞒着我 跟我结婚 这也属于欺诈吧 这个 你看 一看你就年轻不了解 有些婚姻啊 就是基于误解 因为误解而相安 因为理解而分开 还真不了解 哎 那是张润梅吗 是 您没看我们都没敢过去吗 我严重怀疑他有躁郁症 行了 别议论当事 是 孙建业什么时候到啊 你还不知道吗 孙先生今天不来 他不来谈什么呀 是他要跟我离婚的 不不不 这不耍我的吗 张领事 您先别激动 孙先生 委托我们负责您二位的离婚事项 所以 有什么事 什么条件 您跟我不提就行 什么事我跟你提 没字了 我 我们 张女士 哎 我不等了 别呀 我们议理事马上就到 我后面还有事呢 行 那把我的要求提一下 你记一下 哎 好 第一个要求 嗯 离婚以后 孙建业 要保证不能再结婚 就不管跟哪个女人鬼婚都行 就是不许再结婚 这 这张女士 我打断了 怎么了 不能答应吗 不不 不是不能答应 是答应了也没有用 因为这属于无效条款 什么叫无效条款呢 呃 无效条款就是 没有法律效率的条款 不具有约束力 就算写到您的合同里 也保护不了您的权利 什么叫不能保护了 因为和咱们国家的法律法规有冲突 哪冲突了呀 呃 是这样的 法律规定 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 哼 那法律 有没有规定 糟糠之期不下堂的 你说 啊 有吗 糟糠之期不下堂 是属于道德的范畴 而法律 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所以 谁 你们都是孙奸燕花钱雇的 所以你们就维护道德底下 对不对 哎不不不不 我们只维护法律 呃 张女士 孙先生 是我们的客户 也是您的劫发丈夫 您刚刚说他道德低下 那肯定就是说气话 咱不说气话 好聚好散 是不是 呃 您现在可以跟我说一下 您的诉求 比如说财产分割方面 我诉求就一个 他不许结婚 呃 这个 这条 不是不能写到协议上 只是 他没有法律约束力 就算是 孙先生再婚 那您也没有办法 因为人家没有犯法 哎 张女士您看 这民法典这写着了 有婚姻自主权 嗯 那先我退一步 嗯 他再婚 不许生孩子 不能生 这也是无销条款 是 人家有生育的自由 这也没法要求 那好 不离了 哎 别别别 张女士 不离 您不是在拖您自己的生命吗 听好了我告诉你 婚姻就是我的生命 我世子爱美 张女士 张女士 让开 张女士 你死都不离婚 不觉得自己很可悲吗 闭嘴 张女士 你躲我 是不是打起来了 你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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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头一回来 真是不消停 有哪什么事 说呀你啊 不要脸 别注意文明了 张家 张女士 张女士 不要让情绪 被影响到外面 没有让情绪 被影响到外面 被影响到外面 不要让情绪 也不要让情绪 我去佐你的理性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疯子 不 不是 你都不爱我了 我还不想离婚 让你都不爱我了 要跟我离婚 我就不必死都拖着 张女士 不是没有子 有眼眉 太丢了 马上就到 我不等了 电梯在哪呢 就这样 她们都管她叫大黄蜂 还说她是摆泡了 理解 谁长期被冷暴力 还能保持精神正常 收拾一下吧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她什么都没有 我没嫌弃她 白手起家 你说她现在想跟我离婚 我就得要同意吗 不好意思 你评评理 您有您的自由 这样吧 张女士 您看 咱们再等一会儿 一缕来了好不好 我不等 我就一句话 我不同意离婚 孙先生想跟我离婚 让她过来跟我谈 张女士 您 您再稍等一下 我们易律师马上 易律师到了 张女士 我是义帆 我不跟律师谈 谁想离婚 你让她过来跟我谈 你 这 这怎么回事 没事 我刚才 给张若梅讲法律法条的时候 可能她不爱听 以后当事人有情绪的时候 以后当事人有情绪的时候 就不要继续说 知道都看了吗 看了 孙健爷要求年底之前就得离婚 我觉得不太可行 您看张若梅现在这个精神状态 而且她提出来的要求 基本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感觉她根本就不想离婚 我给她发的案子我也看了 像她们这种情况 一审百分之九十 都不会叛离的 她为什么不想离婚 原因很多吧 什么财产孙哥呀 孩子呀 反正我也猜不到 她只是仔细欺人 你继续跟她联系 叶律师 她刚才说不跟律师谈 她手机号我发给你了 行 什么情况 我也不太清楚 我刚进去的时候 就已经吵起来了 不过我觉得 杜律 面对这种情绪不稳定的当事人 我们应该掌握谈话的主动权 学会引导对方的情绪 你不用觉得 以后这种事少掺和 如果意见发生冲突 显得我们跟指导别人办案似的 好 你会玩游戏吗 手游 我没玩过 一会儿啊 我带你去参加一个咱们客户的发布会 他们是做游戏的 叫大江科技 头部游戏公司 赶紧回去做做功课 好 快去 舒逸楠 今儿多亏有你啊 我这一人还真等不过张尾 没事 但是 特不好意思 他把你这衣裳扯成这样了 你看多少钱我赔你 我赔你 我不知道多少钱 你先给我吧 不是 你别不知道 你得知道啊 我先把钱赔给你 然后我再找张如梅 让他把钱赔给我 没关系 我是真不着急赔 你怎么不明白呢 重点不是着急赔 是我得找张如梅 你这算一单押 去去去去 什么单押 是这么回事 一律师让我联系张如梅 可是张如梅死活不理我 你这个西装就是最好的理由 我就跟他说 这是我朋友的 你把我朋友西装撕坏了 我赔了我朋友钱 那你就得赔我钱 我不就联系上了吗 所以说你这西装 这个交易记录 还有价格 你得赶紧发我 我明白了 好 那我查到发你 谢谢啊 但我真不着急呗 你这是要气死谁 怎么啦 给我打电话啦 我跟你说 我快崩溃了 我遇到一当事人 油颜不尽 真的 跟我妈有一瓶 就是不离婚 打死她都不离 你今天什么安排啊 我今天啊 防护 防护服 我今天晚上 不知道公司加不加班啊 没什么事 我就跟你吐槽两句 行了啊 挂了 那我一会儿跟你回过来啊 你跟娜娜说什么呢 娜娜就跟我抱怨 说有个人说离不离 说跟她妈妈一样 油颜不尽 我上周就跟你说了 让你早点做准备 怎么这么回来呢 对不起啊 有人说时间能够改变一些吗 而且我们不能 不顾及他们的情绪啊 所以 我没关系啊 我可以等 现在问题是 那我肚子里这个孩子 也等不起啊 这样吧 我觉得 这次先不要了 我先去做掉 等到你都解决完了 咱们再也要 好吧 别别别 别别别 别别 你 不了解这个老春雪 我干吗了解老春雪呢 所以嘛 你就听我的 相信我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我们提速 好 如果有了消息 第一时间和您联系 你就穿这个 我车里还有一事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那好 先这样 巧了 好巧不巧 可以啊 金贵神速 这么快就拿到二本了 怎么就这么优秀呢 这孩子你是 泥南不错 你怎么样 我向您看齐 少来这套 有少喝点酒啊 太上肝了 你这个气色呀 也不能总熬夜 上肾 没办法呀 咱们一会儿见的那个客户 她走之前转了一大圈 也没带走 如梅姐 我是 是 钢大姐 这别浪费时间了 来来回回谈好几次了 就直接起诉吧 一次离不成就两次 总能离成 我就是想问问 那之前那几次 到底是怎么谈的呀 如果什么事都能谈成 那要法院干吗呀 前车之见 后车之失嘛 你说呢 第一次是因为孩子 等等等等 行 我要记一下 第一次因为什么 孩子 孩子 孩子小 俩人约定到孩子十八岁 第二次是因为老人 孩子到了十八岁了 但张如梅她妈病了 嗯 张如梅不想让她妈难过 第三次是什么条件都谈妥了 但是张如梅有个大师跟她说 那年不能离 大师 你不记了 这理由都到大师算命了 我就别记了 不是 那等于说张如梅 从始至终 压根就没同意过离婚 同意过啊 最近成功的一次是 离婚协议字都签了 去民众局办手续的时候 当场给撕了 她就 娜娜 你这两天什么时候有空啊 呃 我们见个面 有些事情我想 还是跟你好好聊聊 嗯 嗯 那个是姜总 好 我媳妇都看不出你这台了 江总 哎呀 不是 你们这要来 你们俩是一块来是吧 对 如影随形啊 哦 这么巧 刚才我们在公司电梯啊 就碰上了 要知道的话咱们就一台车了吗 可不是吗 还环保呢 对不对 江总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新助手 书一南 哦 牛精法术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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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南 又见面了啊 怎么认识啊 在我那儿上过一天班 哦 应该是半天 哦 江总 我看过您的一段采访 特别有感触 您一毕业就收到了 世界五百强的交易 但您很快就离开了 转而加入了当时 还名不见经赚的大江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我呀 但是您很坚定 您说您不想拿着高薪拼命于人 因为您觉得生命宝贵 拿钱坏生命不划算 人只活一次 自己想干嘛就得干嘛 不为别人火 不然你以后会有遗憾 对吧 我也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很喜欢 谢谢你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他吗 昨天我们给你打电话 死活打不通 后来联系到他了 他给我们起草了清泉意见海 顺利解决 是 是吗 别生气 杜律师大女士 日理万机太忙了 很正常 以后找不着他 您找我 找我 我是杜律师的老师 找你不行 江总付的律师费 是按照资深律师的价给的 对不对 你找助理不行啊 扣他钱 江总 昨天是什么时候 是打的我手机 还是说 你问我住手 我们法务打的 您手机关机了打不通 然后我打的 您助理接 你干什么坏事去了 对啊 我们助理都找不着你 我这样啊 我立刻就把您的手机号码 和您公司的电话号码设置成 特别提醒 您随时找我 我随时就接了 好 但他不一定带电话 哈哈哈 昨天江总秘书没有给我打电话 也没有交我联系 那是谁接的呢 咱们要不要问问江总那边的In-House 也许啊 他压根就没打 当时呢 着急下班 那就是 他不想找麻烦 然后呢 就跟江总说打我电话 关机了 找不着 江总生气了 就管他要荣科的电话 那是有这种可能 非常感谢大家 那咱们要不要 直接告诉江总 然后让法务挨尊骂 同志恨上他 这法务本身就跟廖松平关系好 咱们跟他搞关系还来不及呢 再有一点啊 你以后不用搭理廖松平 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 有 春蕾 要不这样你看行吗 我再让市场部做这调研 是哦 这 哪儿来了 人家市场部都说了 早就把市场报告给过您了 这是我 我没时间看 我抓紧 抓紧好吧 不是董事长 这市场它不等人哪 有的时候也不能太急 太急了纠错成本会更高 不是你这么拖着 明天 明天 明天咱们会上讨论 好吧 行吧 走啦 楠楠 嗯 看见了吧 整个公司没有一个人敢像你舅舅这么跟我说 找我干吗 到饭点了啊 想吃什么 有事说事吧 咱们俩好长时间没吃饭了吧 不吃了 赶紧说吧 我妈还在家等我呢 那也好 那真好 那回家去劝劝你妈 这跟她说说 这么耗着大家都没有好处是吧 那是你自己的事 跟我没关系 你看我跟你妈这感情出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 可是我 我 我心里边啊 我总是想给你一个完整的家 尽可能考虑你的感受 你等会 考虑我的感受 你找那些小三的时候 你有问过我的意见吗 从来没有吧 你现在离不了婚了 你来找我来了 算了 算了 别算了呀 你说算了就算了 那你想怎样 你自己解决了 娜娜 我 从来没想过要伤害任何人 但你一直在伤害我们 伤害家庭 所以啊 我 我打心里边觉得对不住你 非常对不起 我一直想把这种 这种伤害降到最低 可是我 你老爸也是人啊 我也需要感情寄托 尤其 姥姥姥姥 我也想有一个 稳定的长期的 一个伴 那我妈也是人啊 也有感情 你知道她有多难受吗 我跟她没感情啊 她可以一了百了就 就结束了 大家都解脱啊 你不知道啊 那时候你还小 你妈给我提的唯一的要求就是 不离婚 就只要这个家在 你怎么都行 你还干什么干什么 你几点出去 你几点回 你就算不回来她 她也不管 她连问 甚至都不问一下 这样的家有意思吗 你愿意守着这样的家 你愿意守着这样的家 你们都认为我 说我出轨 很早很早以前 我们俩就不在一个轨道上了 我每天就是守着一 你别怪我 我这么说你吗 我就守着一个 一个空壳 我如果想在外边 寻找点温暖 你有哪个女人的愿意 跟你面对这么多 不堪 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你跟人结不了婚 给不了人家承诺 谁愿意跟你啊 所以这么多年来我才 是吧 可是这一次 我不想再错过了 我请你 我恳请你 那你替我跟你妈妈说说 劝劝她 放过我行吗 什么财产 钱我都给她 都给她 只要这个公司给我留下 反正你舅舅她们也有股份了 那公司盈利了 大家也都有好处 好吗 帮我劝劝你妈 帮我老爸行吗 帮我老爸行吗 我老爸行吗 都不愿意上去啊 我爸让我劝我妈离婚 我也觉得我妈该理 个人左大剑 就是在浪费生命 但我不知道她离了 会不会更痛苦 长痛不如短痛 现在你爸 你妈 你 不都难受吗 我妈就是想不通啊 为什么呀 她一点错没有 还一个劲地原谅我爸 结果还给扔半道上了 我爸要再找个小子 生个二胎三胎的 他不得抑郁死啊 那怎么办啊 你爸一直出轨 你妈又不是不知道 妈知道啊 但左大剑每次都回来啊 我妈就 心里这坎过不去 她毕竟是个人 又不是电冰箱洗衣机 用旧了就扔了 也没有吧 你爸不是把财产 什么都给你妈 那是他们俩共同财产 本来就是我妈的 如果我爸先死 那也是我妈的 但如果他们俩离婚了 我爸以后赚的钱 跟我妈一毛钱 关系都没有 他公司也跟我妈 没关系了 不会 你爸不是这种人 推一万步说 你就不是在公司 还有股份了吗 那公司赚钱 你们也都跟着收益啊 反正你舅舅他们也有股份吧 那公司赢了 大家也都有好处 这话左大剑刚刚跟我说过 你怎么知道 不是 你误会我了 你下车 你听我跟你解释 你下车 你轻点 快点 我给你解释 快点下去 娜娜 你下不下去 娜娜 你上车 我们谈一下 你上来 你轻点 轻点 我怀病了 我老了 我让你死去 你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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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as 你轻点 你轻点 妈妈 好 你爸生日你问问他 今年是在家里过 还是咱们出去过 你爸什么都不缺 送他什么生日礼物好呢 您知道最想要的是什么吗 什么 旅婚 男人就是孩子 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也不知道什么对自己好 他不是孩子了 他半截都入土了 所以啊 那些女人能是真爱他吗 还不是他有几个钱 要不图他什么呀 图他年纪大 糖尿病 造老头子啊 妈 你爸会回来的 他就是管不住自己 还是爱我们的 那些女人 在我看来什么都不是 您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守着这个家不是为了我 是为了你爸 你爸将来年纪大了 万一他 我是说万一生意不好了 没钱了 病了 走不动了 哪儿也去不了了 那个时候他怎么办呀 那些女人能管他呀 咱们是他的亲人 他们都有孩子了 妈 我们保护好自己 以后这个家 就只有你和我了 他已经有别的家了 我这一天 我看你 我看你 你怎么办 我看你 那我看你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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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 我看你 感谢观看